本期聊聊基于色彩搭配的鉴赏要点 先说双色 红白是最经典的色彩组合 因为白色的明度最高 红色对视觉的冲击力最强 当然红色也是最鲜艳和温暖的颜色 所以红白组合就要求白色纯净 红色鲜艳 红白搭配由于白色是五彩色 所以人们更加关注红色的分布 根据部位不同 分为深红 背红 七条红 顶红 头红 眼红 唇红 水泡红等等 又根据颜色深浅的不同 分为头部的深红色 身体七条的大红色 还有水泡眼袋的珠红色 一共三种 挑选的时候大家要注意 第一种头部深红色的 如果这位鱼通体银白 那顶红的深红色 像樱桃色就好了 如果这位鱼是全红 通体结红 那就要求头部的深红更深一些 得像是熟透的樱桃那样 才显得更加沉稳 接着说第二种 身体与脐条和尾巴的这种大红色 要求纯正而且鲜艳 怎么才能算鲜艳呢 之前我们说过 就是老辈子养鱼人 要把红鱼放在白色的鱼浅当中 去进行甄别 只有这个红色的体色 把白色鱼浅的内壁和水通通应红 才算达标的红 当然了 硬临金鱼身上的红 不能浅更不能偏黄 如果成了橘色 那可就不耐看了 最后第三种猪红色 是水泡眼带的标准颜色 淡雅而且通透 叫做猪纱眼 另外这种猪红色 如果长在软临金鱼体标 它反而更耐看 因为这种软临红白 画色斑驳 像是落鹰 自称一种樱花色 总结一下 还是那句话 红白组合要求白色纯金 红色鲜艳 但是全国大多数有的红白 白色暗淡不够明亮 红色发浅发白 而且发飘 不够浓郁 这是咋回事呢 我们下期解密